新书 老书 说书一般的开始都是定场诗 我在家琢磨半天 这定场诗在这说呀 说一个 要不然它不叫说书 一般的书人都是先祖 这叫什么姓子 提醒大伙主义我要说了 人贫当街卖艺 虎兽拦路商人 大王力大举千金 却乐得牧将自满 五牛争死存孝 罗承乱箭传生 三七周余命归音 卫阳功长 韩喜 您说这定场诗跟您说这六一都我爱着 我呢 就是想啊 给这个厂子提一个棋子 这听书啊 大伙都喜欢听 这听书有好处 一方面呢 你修前紧闷 另一方面 从书中啊 您能增长很多知识 您可以引荐这些动力上 融化到您的生活的圆区 但是说书呢 大部分书人说的都是古书 你比如像中国的四大名武 三国水湖西武 几百年乃至上千年 一辈一辈的就这么往下传人 也不知道传的哪个辈子 都给传外 一会儿又能过来 一会儿又能过来 实际上咱们听这个 根本就不是这么 经过多少代啊 艺术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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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更改呀 按照当时这种实力 季节 他就随便给一个 比如说《红楼梦》 大伙都喜欢这本书 我也喜欢看 那什么大伙都想写出来这么多啊 好玩 但是呢 这《红楼梦》 是几百年前 这个曹雪芹县人 做的一梦 拿一梦写一本书 那会儿当局 不叫当局啊 那会儿那个朝廷 他根本就不让你往下传播 这算禁书 就跟现在 有些个书 他不行大伙看看这里 那你帮我问我 他不符合这个时代 他那会儿可能也是不符合这个时代 我让我跟他说 他后边是吧 这些个洪学家 洪学博士 有的一辈子至于研究《红楼梦》 从十几岁看书 一直到死 都没弄明白这事儿 我也说 他是一梦啊 这大官员好贱啊 像什么王熙凤啊 什么探春啊 什么什么贾宝玉 林在玉 这都是他在那书上编的呀 你还找那人呢 找媳妇 我也不找林在玉 那会儿不好想 我太娇气了 但是 他写书的时候 根据他作者 当时的这种心情 当时这种意境 他写出来的书 按着作者本人的想法 现在都变了 不一样的 当时很多人呢都在研究《红楼梦》 后来怎么办 《红楼梦》 很多人发财了 你看《红楼》想笑 又有这个 研究《红楼梦》 拿给大伙子 其实人家曹雪晴 早就在这个书中 把这个案头给你埋下了 啊 书开始是 满指荒唐文 你瞧人家就是 我这是胡写的 满指荒唐文 一巴心酸的 都云作者痴 谁结其充悲 琢磨去吧 几百年 几千年你都不明白 你闹去吧 但是我说了 我并不是批判着民主 他当时他写 他有当时那种历史条件 靠着这种理由 能传承下来 有这么长的艺术生命力 证明他的书里头 有很深奥的东西 值得去 言归正状 今天咱们说的是 六笔鸡穿起 这是北京的一个老字号 我是北京的娃娃 我是从小就生在北京 长到北京 对北京这些个老街就临的事 我了解的 不能说 都了解 但是听我爸爸说的 我爷爷说的 我爷爷爷说的 反正传下来吧 到这我也自身亲身经历 北京有许多的老字号 这个老字号 大都聚集在前门一带 那会前门一带是商业区 就跟现在咱们说的什么王库简啊 西单聚集这个商业区 现在前门也是商业区 在当时就是前门那是最繁华的地方 为什么 那是进城进子进城的头一道门 所以呢 许多的老字号 就在那里头 安家落户 来往的和尚 来往的行人哪 多呀 走到那聚集 那好挣钱 是吧 好这名字 你如果像什么拳击队 六笔军业那年生啊 以及八大型各个买卖 都在那里头 这个 开买卖的 大部分都是进城 山西人全都 这个买卖的起源 每个老字号 都有它的沧桑的历史 但是呢 在前门一带的老马的劲儿 您可以叫啥 百分之九十以上 它的起家 都是晋商 山西人开的 为什么呢 这里头啊 一是 山西人 他比较静 穷啊 你讲不穷山恶水 人呢 穷和思变 他的想着啊 我别再加上饿死 我得去奔些 闯些 好多人就 他有这种思维 按现代上 他有商机的头脑 他知道 哦 到到北京 到那儿能挣钱 我得上那儿钱 啊 能开外面 这是第一 他有思维 第二呢 回屋 凡是山西人 开马 尽上了 他都特别的抠 按咱们建法 抠 前日子 我上了他山西 我亲身体验过这事 山西啊 有一个平寮古城 到那儿去啊 到那儿去以后 赶紧去想到那儿去看看去 这就得去啊 到山西 你不到平寮古城 等于没到山西 就跟到了北京城里 不到 你不顾你等于没来北京 啊 当然就花了好多钱 进去了这儿要钱 哪儿要钱 他快点 出来后悔 就大人呢 哪儿咱俩得看死 但是呢 到那里面也一样 作为游客的心情 到我给你看啊 那里头啊 还非常繁荣 啊 老街就下了 恢复的很好 在那个 一个马面铺的门口 放了一个 水泥制的羊车 这羊车呢 有两目半是真的 边边站的老头也是真的 这老头乌打分 在层面 晒的是油黑 比我还黑 非熟悉 干什么呀呀 车上摆着文明棍啊 起头啊 还有礼貌 墨镜 什么都有 干嘛呀 他当你道具 还能找相 赶紧到那去的人一看看 这是好玩呀 那再找一看 多少钱 二十五 我在边上数个数 一个小时 大概找了四十人 二十块钱一账 四十 四十人就得八百块钱啊 到了中午该吃饭了 边上 边上 边上放会儿 这老头儿挥着东西 往车一搁 拿一鼓一干 转身进来这饭馆子 我说 这老爷子这么能挣钱 不 一个钟头 我不敢 挣这么多钱 那得吃点好的 来几个菜 喝点酒 把痛苦喝冠写好了再出去挣去 哎呀 这老先生从这包里拿出一饭盒来 和这屋里十几个这个桌子 上个残堂上饭 全得倒了 倒完了吗这一屋 这都得掏出一小酒瓶来 这酒瓶就这么点 比咱们的药瓶略微大一点 拿出来 喝一个酒吃 我瞧什么 我说 哎 我说服务员 这是怎么回事 服务员 这是那门老板的亲戚 他们老板的亲戚 给老板叫上来 我说 你这亲戚怎么就吃这个呀 你不知道我先生 他是那门的亲戚 他在那门远坡做卖 那门远坡做卖 他每月就能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到了中午饭点 他进来吃饭 就吃吃点钱到生饭 我吃生饭 这要饭才吃啊 他要不吃 我就吃 所以就跟他三十块钱 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 山西人的慧悟 啊 这种慧悟你要挣这么多钱 他花他舍不 山西人呢 不怕受害 打山西背一大包 到北京来 这一包的东西 跑去开销 跑去坐车吃饭 这一切开销 挣一块五 你哥咱们 谁背着包吻大老爷去 他都来整 慧悟 所以山西人老年年 在北京落户 做买卖发财的 居度 结果我说这六位句呢 就是山西人 这三个兄弟开的 赵是三兄弟 啊 掌柜呢 大哥 赵存仁 老二呢 叫赵存毅 他身子不不好 不太比事 就在家看孩子 教孩子念书 自己能学下 写下画画 啊 啊 老三赵存毅 负责财买银的所事 干嘛呀 给这个小脚伙啊 买点零七八四的东西 啊 老二呢 顺到月底啊 来给结个账 这仨人分工 这马梅呢 是从父亲开的 开了有那么三十多年 这高萨子 等于把这马梅又给接了下来 高萨没分价 在一起裹肉 开了一小马梅 再打 现在还有 在前门外 有一个 梁石叶鸡 井北头雾锡 现在还叫六比锡 门俩呢 有三件 总共近身不足一长 门口一拉六 摆着四 插着正我马里的大杠 这杠口啊 盖着红青路干嘛 钢呢 咱们年轻人可能不太轻 老是年纪 那会儿北京 没这么多次来说我们的 全是水钢 家家人都给背着水钢 大的小的高大的 打工具 有盖石板的 有盖木的盖 紫红色的钢 配着一个大红木盖 咔 好看 他这钢杆呢 放酒的 所以说他这是酒店 在这个 圣户大宫里面传说六比锡呢 是六个买卖合在一起 所以叫六比锡 这个说法 找不来 还有人说呢 是六个老寡妇 开了一酱菜园 缺缺金少两 大宝骂街 起了六比锡 是不胡说呢 正根 他就是从源头是卖酒的 说起来 这大红 都盖着姿势 有三个大红旁边 摆着条凳 长条的板凳 只有靠南墙那大红 周围摆着几把 紫塔木的太师爷 这别多问 这就是为 有身份人士的雅压 雅压 当时不像他的地位小 也没法得 他说 这叫雅压 来那高贵的客人就红了 其他的这些客人 都坐在条那边 花一大盒买一碗酒 来点花生豆 来点咸菜 放过吃 他那酒香到什么程度 这酒缸呢 先开这么一刀缝 满目的 一起这酒香 据说六比锡 两个片半条糊涂都是香的 要全打开 甭喝 你就能醉了 就这么香 所以呢 召了很多的客人 拿来北往的客上 走到了街坊银居 以及一些个打工贵人 都上这来喝酒 有时候喝完了再烧走了 一个是送朋友啊 有的是自本留着喝 但是呢 这盖上都盖着六比锡字样 至于辣 把这瓶给封锡 封锡 封锡里头盖着六比锡 在这蜡上 那会儿也没有什么防备标准 也没造假的 最多是卖酒 兑点水 那还不敢多兑 那小坛子堆一窑的水 多挣几毛钱 现在都是老大 但对低低位的女人都客气 是吧 当然别说现在还说那时候来酒 说这酒座呢 每天都特别的嘛 啊 这天呢 这在雅座上 坐着一位老爷 这老爷呢 又是开摆 深处变了 但看他的举止啊 处处显得与众不通 这些人啊 这也常一个人来这六比锡喝酒 一壶酒 叫上半海车 炸虾米熊黄鱼豆腐干四个酒餐 喝完了 要一小碗刀浇命删洗 啊 刀浇命 吃完了 扔起银子就走 拿个派 啪 啪 不说话 很少说话 没人听他说话 啊 这这这这人怎么不说话 这就叫 这一天都这有爷有拍 说这一天呢 这有爷就拍 一看 喜新月色 脸上泛红光 啪 高兴 掌柜的干什么 每天接来送往那么多客人 一看 呵 这这这人 这人有喜事 咱们说 人逢喜事 精神爽 你藏不住 甭管是谁 心里有点什么高兴的事 是喜上眉梢啊 喜新月色呀 你藏不住 甭管你独蛋的身份 什么样的 你真 这些 哎呀我今儿一个好事 我 你就 你这让人一看就知道 你有好事 所以他喜新月色 就这样 掌柜呢 早看起来 光跑了 造上 反吩咐炒一碗承包鱗肉 吹热托人 笑说 哎 这人 您 尝在这承包肉 您要是不带着 我再给您换一碗承包鱗肉 您哪 是买过来吃 买过来喝 今儿个在韭菜前 如您老曹药报 算小子我孝敬您的 坐北朝南 腰板挺子 不耳直的这位老爷 还算是少年了 顺春快乐 加了一点羊肉 放在嘴里边细细的嚼不好 懒声的说道 嗯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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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家酒店的酒不错 菜 也不错 赵存仁 王军说他 哎呦 这全托您的福啊 小的话 咱敬了一杯 拿起壶来给老爷盗去 这老爷啊 就是真是有喜事 那一般人要这么一招 才早齐了 过去 赵存仁给盗去 去了 教育 又换了得以为 脸上泛起了笑 问他 看样子 啊 你是这店的掌柜呢 赵存仁恭敬说 哎呦 小子 赵存仁 还请老爷多多关照 赵掌柜呢 你这六笔句的老酒 如此的爽口 有什么讲究吗 赵存仁 反复喊别人听见 是个低声处 哦呀 我们这酒啊 绝招就一个 武餐甲啊 我们是地理道道 我按照《礼记》月车篇中写的 蜀道必席 取破必识 战之必劫 陶瓷必凉 火候必得 水泉必香 去酿之了 为此 小号 才敢叫六笔句 如此说来 你可算得上是酿酒的行间了 赵存仁倒退一步 公顶说 老爷 行间二次我都不敢当啊 只不过小的祖上 是山西分析人 离着西方村不太晚 小的时候呢 在西方村学过图 别的事不敢多说 这酒字 还能绿之一二呢 那老爷杨博干了一种酒 笑的 哈哈哈哈 好个六笔句 好个绿之一二 来人哪 李莫四号 好啊 赵存仁傻了 这老爷怎么了 大伙也全都愣了 这阵 大外 近了两位 侍从大伙的难品 一位呢 首统宣执 一位呢 一位呢 观众比一幕厌台 宣执 大品的宣执 我比一幕厌台 你说这人得多多分 那他后人 他家人在外的后人 他一叫劲 齐展长在出了爷柜 同事的说的 老爷 小的这 伺候着呢 这点 店里头 其他的酒客 也不再合理了 有的 离坐而起 有的 原地没动 但仰官 都转向这六级的雅坐 您再看看一下 就是这位老美主 按现实性的话 拿脚派 大伙看得起来 都看着 那余光早就看着 大伙看着 那劲儿拿 拿起这酒位 不慌不忙 又缓缓的眼泪 在侍从这颤子下 慢慢就站起来 一手提笔 一手禹虚 咪的眼睛 这酒铺人哪见过这战事 可哟 这要干嘛呀 不能想写字 打架不重要 喂 只写字 咱唐个话 这老爷 凝视的骗他 突然突然 嘎嘎嘎嘎嘎 这一瞬间 六笔俱三个大字 飞一般的邪性 赵存仁 当时都傻了 哎呦 还没反过味儿呢 那老爷放下了笔 便向门外走去 赵存仁啊 哭哭就跪下来 哎呦 谢老爷我饱 还望老爷成全小人 留下您的尊心大名 这老爷啊 这老爷啊 并不回头 说了句 不提 为好啊 赵存仁赶忙爬起来 送这位老爷 这门口啊 一股四人台的大轿 早已准备停到 大轿 四人台 这跟现在咱们的轿车 有一批 据说咱这轿车 这大点发扬而来的 那轿车有两批 有四批 六批 六批 八批 十六批 十六批 十六人是官才啊 哈哈哈哈 就是说 级别不一样 坐的那个轿车就不一样 这是四人台大轿 这一看是一官员 这老爷出去一看 那轿车好家伙 大轿车轿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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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这几个酒客上,全都围着这个,写着这字,品头论足 不,这字写了怎么样,嗯,不头,你瞧,你瞧这字写了,横是东树,这念什么呀 那你瞎品什么呀,就是让这字给迷住 这边一看,哎呀,太好了,这字,这力气的事,但是一指声啥就跟往外边涌着那种,立体感的 哎呦,谁说他不懂这字,看着这字都傻了,哎呦,这这照看了的呀,这什么人能写不这字呢 你别看我讲了,那北京评我讲了多字,这字我走一次回见过 你瞧,你瞧这字写的,你别平衡,你都不知道,你都不认字,瞎倒是乱的 剪断结束到我门上,关门了,上门了,要喝蓝桂酒,这是买卖今儿的老规矩 现在的买卖呀,在开张之前,服务员,锤射员,经理,做一份,啊,先吃,吃饱了喝足了,哎呦,你这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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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 现在这些,过去,这个伙计,小二乃是掌柜,都等着客人走了以后,才吃饭 I61这个叫什么,蓝桂酒户 每天上班以后,东伙几个也不分什么级别,说您是掌柜的,我是伙计,这不分 都坐了一块,一块吃饭,吃的什么呢,吃的是造上剩下的蜇螺 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蜇螺 老北京啊,过去啊,有有钱人出去吃饭,吃饱了喝足了,剩下也拿不走,现在要打包 那我没打包,怎么乱搂大提搁,给蜇螺我送鸭下,这叫蜇螺 人家那蜇螺是自己家吃自己家的,没有说我吃你们家的蜇螺,这是要饭的 这个蜇螺呢,跟别的蜇螺又不一样,这是造头,张瞎子,在后面炒饭,炒菜 炒的时候呢,冰上薄鱼盆,炒就溜了片,这不错,没什么块 人家都,哎,这这蜇螺,这汤螺菜,全是挤的,拿菜来一套 反正蒙饭什么菜呢,当时咱也没感受过,什么菜喝得往外开烧,什么菜也没烧 最后这就叫蜇螺,留着晚上,刚晚上的时候,冬花底的做在一块好吃 喝酒喝着,酒可不能随便喝 那刚里的酒是卖钱的,那酒客有的要的酒吧,没喝完 剩下那个一瓶半瓶的,遮在一块,这还有个名,这叫韦子酒 据说这酒啊,喝这酒好,什么人都喝,最后,海家所有人的福气都能够喝 就是,得自个儿团心嘛,你俩要得喝点,坐在一块 喝酒的地点固定是在六位居这亚坐着 亚动上座坐的资源是大掌柜的赵村人 其他东方几个随便都喝 这是一天最自在的时候 笑脸当了一天孙子 这会儿,叔叔贪贪单位大爷,您喝在兴致上,蹲在椅子上,把袜子拖出来,串红色里边串一边很好,没什么呢 就串着捏一肉,什么的,什么的,你爱抖肚肚肚肚,就是最高兴 这也是一天最忙碌的事 没有干什么,谁负责什么事,谁负责买什么东西,谁负责准备什么家事 这都今晚提前过来 伙计呢,也自决 谁的任务重,早点就不喝酒我不喝了,我面倒了有事,睡觉 早起来好早起 这叫个兰贵酒 说今儿喝这兰贵酒 没有酒菜 什么是酒菜,就这幅字 六匹这仨字,摆在这儿,大伙蹲着酒杯,瞧这字,饭愣 那学问,没几个有学问 只有掌柜就认几个字 其他的,我去哪认字,人自个人,没什么都不认 也跟着好,确实不错 掌柜,我不知道怎么错不错,这字看看 怎么怎么跟你要说话似的这字 赶紧,回家,把二月打开 二月生分,在家看孩子,头颅当女人交代 把她的孕女上边来算账 这回家,被二月叫来 二月进来了以后,伙计都叫过来 二月,二月,快看,快看,快看,您看这字 二月打眼一溜着账,哎呦 这,不,这,这是谁的 这咱们呀,咱们咋,哪儿得了呀 哎呦,刚才有老一个写的 您看看看这,这怎么样,怎么样 我跟你说,你看这,这个写的字啊 你看这字,你是不懂的 我跟你说啊,他写的字终止了各种写法 纵在一边,有流体之风采,畏卑之谷谱 那写的博彩众长,又自除以停压 你瞧这六个点儿,六笔军这六个点儿 我给你们讲,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 小伙也不知道,我让别人看 你看这点儿,六笔军,点点不同 这是,这是徐和万,知道吗 你再看这字,往外蹦,鼓着 你再看那个最后一个人的写子 这写子这一横,写的略写的长 懂了说,他写错了 对了,懂什么也写错了 大学们写错了 这显示出此人不甘寄人理下的胸怀 提此字的人,绝非党贤之辈 哥,咱可遇见宝贝了 是啊 那,那,明天咱,咱给他做个点子 给他挂起来 是啊,你赶紧问问,这是谁给咱提的 让我落个缓儿啊 简断结束 第二天,二爷上街打定去了 谁写的字 赵纯仁继续忙活他的买卖 到了下半儿,二爷回来 哥,大喜啊,大喜啊 这个字,写这字,主我找着啊 谁啊,他是谁 我说出来,我饿死你 谁啊,当朝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严肃